哈囉各位大家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 要來拍這個 白同學投資前線的 第一部影片 大概開頭的話 跟同學們講一下 白同學為什麼會 在這個節骨眼的時候 再多看這個頻道 大概就是因為這段期間 我有嘗試在說 直播部分因為白同學也很喜歡投資 只是說每個人投資的路程 就是 有坎坷的地方也有很輝煌的地方 但是很遺憾的就是說 白同學推出股市 太久了最近 大概前兩三個月才陪大家 一起又再下海了 然後裡面的酸甜苦辣 白同學也是有腸道 只是說過去的 投機客浪子的心態已經被磨到 變老鼠膽 但是老鼠膽的好處就是說至少會 保本但是也沒有辦法說 大紅大紫 但是在這大概三個月之內 我們就是有 大概分享一些東西 大家也很熱烈來支持 就是有發現一個缺點 因為白同學DIY教室 這個起家就是以DIY為主 我就發現 直播是 說是我是覺得 我覺得OK啦 因為同學們來看你們愛聽 我就愛講 但是會變成說 發的影片 比如說發一片DIY 三部直播 我是說今天我也說得很開心 但是是很累啦 但是你132324這樣一直跑 DIY的片子也是砸很多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說人家看到我頻道 知道的像你們這些老粉 肯定白同學 你可以來看你會捧場 但是如果說新來的 你要看DIY 我要找BNW怎樣怎樣 找近戰怎樣 然後找電動車怎麼改 怎麼改那些的 都找不到 因為片子非常的多 所以說 我就想說 有跟 麥麻吉討論 他有一些 一些朋友 一些粉絲 我們大概有開直播聊天過 他就覺得說 沒辦法就是去看看 就像以前我養魚 養到後面 我們會把它分支出來 變成一個養魚頻道 因為頭子的部分 每天嘴每天嘴 真的嘴不完 就變成一日 是骨骸 終身骨骸嘛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 為了讓 新的客戶 或者是老的客戶 方便搜尋我們頻道裡面的 核心價值 當然核心價值 百分都是這家 還有百分都是知識 DIY的部分 就是影片 他進去看 才不會那麼雜 你知道 為了分類 分類我以前有試過 包括現在 有用那個 瀏覽清單 但是 那個瀏覽清單 也是也太多密密麻麻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他版面看乾淨 有很多 老粉 新粉 大概有 不定期來直播 我們有討論過 我們就是把它開看看 就是會 形成 白龍學講的 就是你們看了這個頻道 然後這個影片的話 我會先把它 這部影片 主要是丟在這邊 這個頻道的幾家影片 然後其他的一些頻道 我先丟過去 先宣傳一下 滿一千人 然後 點閱 他有辦法先充 四千小時 這個頻道 才會慢慢的開直播 要不然沒有辦法用手機 所以我現在是用錄影的 直播的部分 如果現在要看 也是主題性 現在白龍學 第二教室 你看得比較熟悉 那邊 流量至少 我還能過日子 我就是 有話直講 你如果先在這裡說 我放出來 可能連一隻貓都沒有 因為 完全頻道 我自己搜尋 誇到搜尋沒有 所以說 我們就是希望 讓熱愛白龍學 彈話性節目的 尤其是投資的部分 歡迎你來訂閱支持這個頻道 把白龍學 加錢一下 我們來這邊是 很 很放鬆的 你可以分享你成功的喜悅 或是你失敗的感受 我們都可以一一的 來大家一起共同討論 因為我們這個頻道裡面 大家臥虎長龍 有的真的 股票高手很多 也有失敗很多的 還站起來的 我們都可以互相的 提拔一下 但是心法的部分 是要靠自己去克服 所以簡單說 直播暫時 我們就是會現在 也是在第二教室那邊做主題式的 然後 是沒有時效性的 我們就是第二教室那邊 跟這邊會共存 比如說投資心法 那種投資者告白 那一些 但是在這邊我可能就是會剪精選集 比較短 你就像要報告的 歡迎來這邊看 台股聊天 那個部分 台股聊天室的部分 就是說 我每天股票 發生什麼事情的重大日記 我會把它存檔 寄到這邊來 稍微省 因為這樣的話 我的主頻道那邊 版面才不會 欸 到底是都在講股票 還是在拆車子 有的人不知道我在做什麼燒 我是先感謝 兩邊都會幫我捧場這些同學 這樣 那你說 有的也是建議說 不然你就整個去把那 補料片 還是說要直播 改去生活日常 齁 萬萬不行 因為生活日常那邊 廢片 我就跟他去吃便當也會打 吃東西打 那邊比較日常生活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那邊再用主題性的直播 這樣的話 太雜了 生活就是生活 我現在就是 現在要把它分支 以前也想不到 後來會遇到這種問題 那就是 人要嘗試 要走看看 因為 新的idea沒有事 沒人知道 那記得怎樣 歡迎你們來支持收看 這個影片 會重複 在我的各大頻道 先宣傳一下 如果 弄得不錯的時候 這邊再開的那個 那個什麼 投資的東西 會越來越精彩 大概就是這樣子 感謝同學們收看 謝謝 希望你是 訂閱裡面的 一千人其中一位 人數不嫌多 你知道嗎 謝謝 你如果訂沒了 要來看看沒關係 但是 你如果說 要及時跟我互動的 也是白同學 第二教室跟生活日常 這個是 是以直播為主流 這邊是先放 就是那邊 播放過大概三天之後 片會移來這邊 為的是 先規劃出來 掰掰